被诅咒的城堡 从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贫穷的妇人 她有一个女儿 他们家一贫如洗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间破房子 一天 老夫人觉得自己生病了 就把女儿叫到身边 我亲爱的女儿 我感觉我快要死了 我也没有东西留给你 你去找个人家做庸人吧 尽量活得好点 说完 她就闭眼厌弃了 因为她女儿没钱办葬礼 村里人帮忙埋葬了她 她女儿只有一张 当铺盖的毯子 她一路乞讨 但没人肯施舍给她 人们对她说 你还挺强壮的 去干活啊 她们说的话 确实有道理 但女孩很懒 情愿饿着肚子坐着 也不愿去工作 她在一座花园里 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 就这样过了一整个夏天 秋天来了的时候 她从一个骨仓 躲到另一个骨仓 一天 她来到一座大城市 她听到国王正在出售她的一座城堡 谁不讨价还价 付钱麻利 国王就卖给谁 姑娘暗自私存 我要买下那座城堡 我只要吹牛说我有钱 于是她跑到国王那里 告诉国王她想买下城堡 好的 国王说 这座城堡里的窗子 和一年里的日子数量一样多 门和一年里的星期的数量一样多 房间和一年里月份的数量一样多 所以我不多不少 要三百六十五个金币 如果你付得起不讨价还价 那么城堡就属于你的了 国王陛下 我不讨价还价 但是我现在有点小麻烦 因为欠我债的人很多很多 如果他们还我钱 我保证会付给陛下 我们定一个期限吧 最晚什么时候要付钱 好吧姑娘 那就三百六十五天以后吧 怎么样 可以的 姑娘想了想 正好整整一年 我不后悔 就算我被出绞刑 我在最后临死前还能吹一吹 我可是在宫殿里睡过觉的 国王把钥匙交给了姑娘 姑娘去了宫殿 看了一间房间 又看了另一间房间 最后把十二间房间看了个遍 然后他关上了门 把毯子的一半铺在了地上 躺下后 他把毯子的另一半盖在了身上 突然 他听到猫叫的声音 喵 喵 可怜的猫 你也像我一样无依无靠吗 姑娘起了身 把猫放进了房间 这是一只大的可怕的黑猫 到这里来 躲在我旁边吧 对着我撒娇叫吧 至少你让我不再觉得孤单 于是猫靠在姑娘身边 撒娇叫得那么美妙 很快姑娘就睡着了 凌晨时分 姑娘突然醒了 发现猫不见了 他看了看钥匙 钥匙还在他头底下 门关着 窗也关着 这猫是怎么离开房间的呢 你走就走吧 随便你 姑娘一整天都在花园逛 花园里有很多 结满了果实的果树 到了晚上 他又躺下了 但他刚躺下 猫就回来了 你去哪了 你怎么出去的 猫只是叫啊叫 他张开了嘴 吐出来一颗漂亮的宝石 姑娘捡起宝石 在手里转了一转 不知道是什么 他把宝石放在了一只坛子里 把猫又抱到怀里 猫又开始撒娇叫起来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 每天晚上猫都会过来 带来一块宝石 这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等着瞧吧 我会跟踪这只猫 晚上猫回来了 他轻轻地抚摸它 爱抚它 猫又从嘴里吐出宝石 姑娘把宝石放到坛子里 猫撒娇地叫着 想让姑娘早点入睡 姑娘假装睡着了 猫以为姑娘睡着了 就起身 一跺脚 门就开了 然后它跑了出去 姑娘也跳了起来 跟在猫的后面 猫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到宫殿 这里有门 那里也有门 但是它一个都不进 而是跑到最最后面的一个房间 剁了一下脚 从那里走了进去 姑娘跟在后面 走进了房间 墙上的门打开了 那里有楼梯通到下面 猫沿着楼梯跑了下去 姑娘也紧随其后 楼梯两侧都有非常美丽的树木 一棵树上截着钻石梨 一棵树上截着银核桃 姑娘从这棵树上折断一根小树枝 从那棵树上也折断一根小树枝 折断树枝的响声 让猫警觉地转过身来看 如果姑娘不是及时躲起来 早被猫发现了 就这样 猫一直走 姑娘听到了地下传来动听的音乐 猫到了那里 翻了个钱滚翻 一下子变成了一位英俊的王子 那里的王子们和公主们 挽着他的手臂帮他带路 音乐响起 大家玩得可高兴了 姑娘看到了这一切 然后悄悄地跑回了房间 第二天晚上猫又来了 它带来了宝石 放在姑娘面前 姑娘装作若无其事 什么都不知道 没用的猫 你上哪儿去了 你总是从我身旁溜走 猫只是撒娇地叫 突然姑娘说 我知道你去哪儿了 你是谁 我都看到了 看 这就是证据 猫这时惨叫一声 把窗户都震碎了 随着这声惨叫 猫皮从他身上掉了下来 一个英俊的王子 出现在姑娘面前 姑娘觉得 宫殿也被震裂了 从猫变成的王子说 我被诅咒只能披着猫皮 除非有姑娘 发现了我的行踪 既然你发现了 你就拿走这些宝石 去卖给珠宝匠 然后把宫殿的钱 给付清吧 姑娘也照做了 她和国王结清了钱 就和王子结婚了 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宴 如果他们没死 那么直到今天 他们还愉快地活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